周二柯原为斗鱼TV人气女主播 曾与当时的陈一发大表姐 本体默男一起被称作斗鱼F4 周二柯也是曾经的斗鱼一姐 随后跳槽到了这个熊猫TV 正式签约香蕉计划 成为这个转型为艺人的主播 为了促成香蕉计划 王思聪也花重金打造这个周二柯 希望周二柯可以成为第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主播转型艺人 但让你没有想到的是男朋友传闻说 周二柯是王思聪的前女友 但两人真是关系如何 外界谁也不清楚 但据说为了捧红这个周二柯 王思聪曾经砸下两意中金 可是现在离开斗鱼之后 周二柯呢一度销声匿迹 曾经有传言说周二柯正在准备 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但是反过来看看斗鱼的冯提莫 没有了周二柯的竞争 冯提莫人气爆棚 当中无悔的斗鱼一姐 甚至阿冷来了之后 也只是和冯提莫评分秋色而已 回头来看看周二柯 如果当初没有离开斗鱼的话 可能现在新的F4就是 周二柯 冯提莫 阿冷 陈一发了 不知道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你们最喜欢的主播又是谁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方评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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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Cheers